量仔 练武不练功 到老一场空 五个指标了解自己抬球技术水平 最后一个真的太难了 一 五分点直球中杆测试 一共十颗 打进一颗得一分 连进一颗加一分 连进十颗就从一加到十 一共55分 二 推球空力测试 开球线上朝制球点推球五次 距离制球点五颗球位内得一分 距离三颗球位内得五分 距离一颗球位内得十分 满分五十分 三 登刚控球测试 红球摆在制球点上 白球摆成直线 再向右挪动半颗球的位置 打进红球的同时 白球碰到黑球 一共五次 成功一次得十分 满分五十分 四 角度球测试 白球放在开球线中心位置 击打中带中心位置的红球 一共十颗 左右底带交换进球 打进一颗得一分 连进一颗加一分 连进十颗就从一加到十 一共是55分 五 最后一个测试 也是最难的 综合能力测试 中带摆一颗红球 固定好点位 白球初始位置摆成直线 红球只能进这个中带 每次打进红球后 白球不动 红球复位 一共十次 打进一颗得一分 连进十颗就从一加到十 一共55分 另外 如果打进红球的同时 白球还不吃酷 再加五分 那么满分就是105分 五个指标一共315分 300分以上 你绝对是个王者级别 如果你连100分都不到 只能算是青铜选手了 那你一定要好好学习一下 老王的系统课程 针对性训练你的基本准度 力量控制的能力 角度瞄准能力 以及干法空位的能力 一对一的专业指导纠正动作 另外618也到了 现在成为私教学员 还送球刚哟 晚了可能就没名额了 下课